打一个招呼很高兴能够见到你们 今天我们是做一个关于旗袍的讲座 做一个关于旗袍的讲座 好稍等一下我来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吗 好如果能看到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座啊 首先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旗袍的岁月与样式之美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王灵 我叫王灵 我现在是在崇高基督教学校任教 那我很喜欢旗袍和汉服 今天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一讲 关于旗袍的那些文化 好那首先呢 我来介绍一下 第一部分我们要讲两 首先是旗袍的岁月之美 其次少的样式之美 一部分是关于旗袍的历史和旗袍的样式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旗袍的岁月之美 就是由我来为大家讲一讲旗袍 它的起源 好同学们知道旗袍是什么吗 Chinese 成三对吗 旗袍 好那现在来看一下 旗袍 它起源于 起源于清代满族人的服饰 起源于清代满族人的服饰 在1616年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 建后金正权后 推行八旗制度 这是一种制度叫做八旗制度 将满族分为八旗 那各旗分馆的军民 称为旗人 他们所穿的服装 就做旗装 叫做旗装 好那看看这里 这里是清代 清代满族人的服饰 清代 旗人的服饰 我们当时是叫做旗装 当时是叫做旗装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旗装它都有哪些特点 旗装都有哪些特点 首先在清代的时候 当时的女子穿着十分朴素 讲究上衣下长 上面是衣服 下面呢 它会搭配上裤子或者裙子 身材的曲线是不可以外露的 那虽说旗人之袍是旗旁身 但是在样式和旗袍大不相同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右边的两张图 右边的两张图 左边这一个呢是旗装 旗装就是清代满族人穿的衣服 右边的就是我们的旗袍 旗袍 那从旗装到旗袍 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 虽然旗装是旗袍的前身 但是它们两的样式是不同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区别 比如说这是旗装的一个金 但是旗袍里面没有 旗装的袖子非常长 旗袍它有的没有袖子 旗装非常长 旗袍比较短 所以这个就是旗装跟旗袍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旗装它具体的一个制作 在旗装的裁剪上 裁剪制作上 主要采用直线的设计 主要采用直线的设计 就是它的胸 肩 腰 臀 是完全平直的 而且衣身较为宽松 看不出身材曲线 我们可以看看这件旗装 它的胸 胸的长度 还有肩的长度 腰的长度 臀的长度 是 所以它们是 比较平直的 没有 曲线 可以看看这里 好 同学们可以看到老师吗 网络是不是 有点不太好呀 如果想要承门 吗 是不是 看不就 我们可以拍摄 这 然后 老师的网络好像卡了一下 刚才老师的网络好像卡了一下 现在可以听到老师吗 可以听到吗 可以的话那我们就继续 我们就继续 那刚才我们说到 刚才我们说到 旗装的裁剪 旗装的裁剪 它是一个直线的设计 胸肩腰臀 是完全平直的 而且衣身较为宽松 穿上去之后 是看不出身材的曲线 这里就是一件旗装 同学们可以看看 它的裁剪 同学们可以看看 它的裁剪 也非常的宽松 上面就是汉服 那刚才我们看的旗装 汉服的袖子比较大 旗装的袖子呢 比较小 很窄 旗装的裙板 裙板有开叉 有开叉 这是因为它们需要骑马 开叉的衣服 在骑马的时候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民国时代 民国时代 从清代的旗装 然后现在到了民国 它也有了一点的一定的变化 有一点变化 首先民国时期的女性 女性为了显示独立 开始穿上 象征男子的长袍 男子的长袍 十年代 1920年 二十年代 这时的旗袍 它的代表款式 是道大袖 道大袖 同学们可以看看 老师身上这件旗袍 这个袖子 这个袖子做道大袖 这个袖子就叫做道大袖 袖口比较短 袖口比较短 只有这么长 袖口比较短 它是一个喇叭的样式 喇叭的样式 那在那个年代呢 这种袖子是一种 进步开放的表现 有一个作家 他叫做张爱玲 在更衣记里 这样形容道大袖 说喇叭管袖子 飘飘欲先 一大截欲望 这种袖子 这种我们的胳膊 手是露在外面的 手是露在外面的 那在以前 比如说清淡啊 以前比如说清淡 女子洗衣服的时候 手是不能露出来的 都不能露出来的 如果露出来的话 被其他人 被其他的男子看见 他是会 剁掉自己的手腕啊 所以说比较严重 民国时代呢 现在穿上了这种 叫做道大袖一样的旗袍 女子把自己的手臂露出来 这个也是一种 进步开放的表现 那道大袖旗袍 它在衣裳上 是比较长的 二十年代 旗袍在衣裳上 比较长 有的甚至长到了 长到了脚踝 脚踝 所以也有一个别称 叫做扫地旗袍 因为它长到了脚踝 会接到地面 会接到地面 我们就把它叫做扫地旗袍 所以这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扫地旗袍 有两个特征 两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袖子 袖子 第二个是衣长 衣长 袖子是到大袖 衣长 长到脚踝 这是二十年代 民国时期的旗袍样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三十至四十年代 三十至四十年代 是旗袍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的旗袍 布料多采用 更为朴素的国产印花布 国产印花棉布 长度缩短至小腿中部 袖子缩至肩下两寸 几乎接近无袖 领子减低 还加了垫肩 看右边这个呢 是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旗袍 这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首先呢 它是用印花棉布 国产的印花棉布做成的 那长度 我们说二十年代的扫地旗袍 是到了脚踝 三十至四十年代呢 它的长度 缩短至小腿的中部 袖子 缩短至肩下两寸 袖子 看一下啊 从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肩下两寸 几乎接近无袖 是比较短的 比较短的 领子 减低 领子 领子是这个啊 领子是这个 领子 减低了 减低了 还加了垫肩 垫肩是在肩膀这里 这里 叫做垫肩 加了垫肩 这个呢 就是三十至四十年代 旗袍的一个主流的样式 主流的样式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新大的旗袍 到了现代 是和种类也越来越多 还可以量身定做 那现在也有一些旗袍的展览 也有一些旗袍的走秀 那很多的样式呢 都发生了变化 可以看看这张旗袍啊 这张图上的旗袍 跟传统的旗袍 都有了很大的差别 那这一种呢 这一种呢 叫做改良旗袍 叫做改良旗袍 好那时代在变 但是不变的是旗袍 独一无二的多魅力 我们知道啊 旗袍它是只有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 现在正在穿啊 虽然它现在在世界各国都很流 有些地方都很流行 但是中国人穿旗袍 还是最多的 而且它也代表了一种 独一无二的东方魅力 好这个呢 就是关于 岁月之美 老师讲的是 它的起源和发展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旗袍的样式之美 它的种类 种类 样式和种类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旗袍呢 它主要有三个 有四个主流的款式 有四个主流的样式 首先是 京 京派旗袍 它的代表地呢 是北京 北京的京派旗袍 海派 海派旗袍 它的代表地呢 是上海 上海 苏派 苏派旗袍 它的代表地是 苏州 最后一个是 港派 港派旗袍 它的代表地是 香港 好所以有 京 海 苏 港 这四种 主流的旗袍样式 分别 它们的代表地分别是 北京 上海 苏州 和香港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京派旗袍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京派旗袍 京派旗袍 它所代表的理念是 大家闺秀 大气复古 矜持 端庄 那老师会从 面料 还有 它的刺绣 还有它的特点来介绍 首先是 京派旗袍的 面料 面料 京派旗袍的 面料 主要是 厚重的 织紧 与 提花之物 那看一下 这里是 京派旗袍的 主要面料 它是比较 厚重的 比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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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这么厚吧 比较厚 而且 它的表面上 都有很漂亮的 提花 很漂亮的 花纹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那 用这种布料 做出来的 京派旗袍 它会在上面 绣上比较繁复的 刺绣与 织纹 它的图案 比较 复杂 充分展示了 旗袍 本身的 魅力 这里 老师展示了 几种 京派旗袍的 代表性的图案 主要有什么呢 有龙 龙 还有祥云 这里也是龙 祥云 还有凤 所以 金派旗袍的刺绣 它主要是 中国 传统的 吉祥图案 比如说 龙 凤 祥云 还有 蝙蝠 这些代表着 吉祥 如意的 一些图案 这是 金派旗袍的刺绣 那然后呢 金派旗袍 它的色彩 偏浓郁 色彩 偏浓郁 颜色 比较深 比较 明 那比如说 金派旗袍的色彩 有黑色 还有明黄 这些颜色都是比较浓郁的 在裁剪上 也基本上是宽 大 平直 它跟清代 奇装的姿势 比较相似 比较类似 有 高高的领子 和宽宽的包边 来掩盖女性的曲线身材 显得高 显得大气和端庄 好 首先是这张图片啊 这张图片 介绍了一个叫做包边 包边 这里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叫做包边 这个就叫做包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色彩是比较浓郁的 这个是宝蓝色 宝蓝色 上面绣的是一些 吉祥的图案 那这张图呢 这张图可以更加清晰的看见 更加清晰的看见 金派旗袍 它的领子 领子在这里 领子比较高 比较高 它还有包边 还有包边 这个就叫做包边 比较宽 比较宽 颜色上 颜色上这件旗袍 它是黑色 黑色加上蓝色 黑色加上蓝色 那它的裁剪 也基本上是 好稍等一下 对不起 它的裁剪 基本上也是 比较直的 比较直的 跟 奇装的 知识 比较 类似 跟奇装的 知识 比较类似 那看不出 女性的曲线 身材 这个就是 金派旗袍的 一些情况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海派旗袍 海派旗袍 它的理念是 摩登娘 现代浪漫 朴媚艳丽 妩媚艳丽 这是海派旗袍 那在裁剪上 海派旗袍 吸收了西式的 裁剪方法 最主要的表现呢 是有两个省啊 胸省 胸省 还有腰省 这呢 就可以凸显 女性身材的地方 胸省和腰省 就是它比较窄 它比较窄 是有曲线的 我们可以看看 这里是一个曲线 海派旗袍 比较窄 这里是有一个曲线的 那它的颜色 比较明艳 比较明艳 比较 非常的漂亮啊 不像金派旗袍 那么 庄严 质地 也比较轻薄 质地也比较轻薄 有印花 织物 绸缎 棉布的 它的有印花 织物 绸缎 棉布等 好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张图 它是一个 海派旗袍 海派旗袍 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 它的曲线 曲线 表现的比较明显 表现的比较明显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一说 苏派旗袍 苏派旗袍 它的代表理念是 小家必育 精致 婉约 含蓄 优雅 那我还是要从 它的面料 刺绣 还有一些特点 这三个方面来介绍 首先是面料 苏派旗袍 大多 丝绸 软断 丝绸 软断 silk 等摸起来 非常柔软 细腻的面料 摸起来比较软 比较软 那它在裙身 会绣上 梅 蓝 竹 橘 还有牡丹 月记 这些花卉图案 所以苏派旗袍呢 它是比较喜欢 花卉图案的 我们刚才在说 金派旗袍的时候 它绣的是 中国传统的一些 图案 比如说龙凤 还有祥云 那苏派旗袍呢 它主要刺绣的是 一个花卉 花卉 在传统旗袍的工艺上 苏派旗袍呢 也有一些创新 有一些创新 除了大金 还有斜金 双开金 琵琶金等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里 这是一个传统旗袍的 大金的一个样式 它叫做大圆金 我们可以看看 老师在这里标注了 它的一个金是有弧度的 圆形的 这个叫做大圆金 那苏派旗袍 苏派旗袍 除了大圆金 还有什么呢 还有斜金 还有斜金 是比较直的 比较直的 一扭下来 比较直的 这里是有弧线的 这里是有弧线的 这是一个比较直的 还有双开金 双开金就是 有左右对称的两个金 左右对称的两个金 好 最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 琵琶金 琵琶金是有曲线的 那我们这里 是一个有曲线的 大金的样式 这个呢 就是苏派旗袍 它的几种大金的样式 它是有创新的成分 有创新的成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看一看 苏派旗袍 它跟其他旗袍 都有哪些区别 它跟其他旗袍 都有哪些区别 首先是跟 海派旗袍的主要区别 是苏派旗袍 它的刺绣图案 更加的精美反复 因为在苏州 苏州 它是比较流行刺绣的 在苏州比较有名的 我们可以叫做苏绣 苏绣 所以在苏派旗袍上 最主要的刺绣手法 就是苏绣 比较的精美反复 那跟金派旗袍相比较起来呢 它比金派旗袍要修身 修身 就是比较贴合身材 比较贴合身材 但是却没有海派旗袍的 这种时髦 大胆 与贴身 就显得比较的精致 含蓄 显得比较的精致 含蓄 同学们可以看看 这一张图片 是苏派旗袍的一个 比较经典的样式 它是比较窄的 比较窄的 但是没有海派旗袍那么大胆 就显得很精致 婉约 含蓄 优雅 这个是苏派旗袍 那老师身上这件旗袍呢 是苏派旗袍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老师身上这件旗袍 也是苏派旗袍 比较有代表性的 首先它的面料 首先它的面料 是比较柔软的 soft 比较柔软的 那其次呢 是它身上的这些印花 这些印花 图案是花卉 图案是花卉 它的裁剪也是比较贴身 但是呢 又不是特别的大胆 所以显得很含蓄 显得很含蓄 老师身上这件旗袍啊 苏派旗袍 苏派旗袍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港派旗袍 最后一个就是港派旗袍 它的理念是 时尚女人 都市简约 时尚干练 这里有一张图片 图片上的人叫做软玲玉 软玲玉 他是港派旗袍的代表人 因为他特别喜欢穿 特别喜欢穿港派旗袍 所以港派旗袍的代表是软玲玉 他就是软玲玉 那港派旗袍旗袍主要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裁剪是受到西式连衣裙的影响 西式连衣裙的影响 它的面料多采用进口的蕾丝和印花面料 进口的蕾丝和印花面料 同时呢 它在制作上比较的简单 比较的简单 化繁为简 去掉了刺绣 钉珠等工艺 去掉了刺绣钉珠等工艺 所以港派旗袍 它是没有刺绣和钉珠这些装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旗袍 它的图案是简单的几何图形 简单的几何图形 所以它没有刺绣也没有钉珠 使用按扣来代替盘扣 使用按扣来代替盘扣 盘扣就是这个啊 盘扣就是这个 但是港派旗袍没有盘扣 没有盘扣 它是一个按扣比较小 在裁剪滚边上 它是注重通过手工缝制 来体现时装元素 体现时装元素 那它主要传递的一种理念是 演绎现代女人 都市简约 时尚干练的一面 好 这个呢 就是港式旗袍 港派旗袍 最典型的一个样式 最典型的一个样式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图片 它的图案是比较简单 简单 就是几何图案 没有花卉 也没有刺绣 也没有传统的一些吉祥图案 它就是比较简单的 四边形 四边形 几何图案 也没有盘扣 它的扣子比较小 好 那这个呢 现在老师讲的是四种 四种比较典型的中国的旗袍样式啊 哪四种呢 同学们还记得吗 哪四种 京派旗袍 京派旗袍 它的代表地 北京 海派旗袍 它的代表地 上海 苏派旗袍 它的代表地 苏州 最后一种呢 最后一种就是 最后一种 港派旗袍 港派旗袍 代表地 香港 香港 这就是四种 起跑的样式 起跑的样式 好 那同学们 我们现在先休息 休息十分钟 好不好 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take a break 十分钟 ten minute ok 好吗 可以听到老师吗 休息十分钟 然后老师继续讲 下雨不分 下雨不分 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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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休息吧 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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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失御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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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讲座是分两个部分 刚才第一个部分呢是讲了一下关于旗袍的历史它的起源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样式 那现在呢老师继续给你们讲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同学们都回来了吗 回来了老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旗袍的工艺及搭配之美 这一部分我主要讲一下旗袍工艺 还有它的搭配 就是在穿旗袍的时候 我们会搭配什么样的首饰啊 什么样的装饰品 所以这是分为两个 第一个是旗袍的工艺 第二个部分旗袍的搭配 是分了这两个板块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关于旗袍的工艺之美 旗袍的工艺之美 在这里呢我要先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关于旗袍的一些装饰 旗袍的一些装饰 就是我们在穿旗袍的时候 我们旗袍上面都有哪些装饰 首先第一个就是图案 图案是由刺绣 刺绣出来的图案啊 刺绣出来的图案 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金派旗袍 还有苏派旗袍 这两种旗袍它的刺绣图案是比较多的 金派旗袍呢是比较传统的吉祥图案 那苏派旗袍呢它是偏重于花卉 还有小鸟动物这些刺绣 第二个叫做盘扣盘扣 就是扣子扣子 这个就叫做盘扣盘扣 第三个呢就是滚边滚边 旗袍衣服上的滚边就是它的边 这里 这里 这里叫做滚边 所以旗袍的装饰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刺绣第二种盘扣第三种滚边 那我们首先来一起看一看刺绣这一块刺绣 旗袍的刺绣多使用金锈 是手宫廷影响最深的刺绣 样式大方图案丰富色彩绚丽 旗袍上的金锈寓寓意着吉祥 吉祥以龙牡丹花为主 以龙牡丹花为主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一个板块的PPT上都有英文 那同学们看起来应该是比较 不用那么吃力 上一版的PPT有英文 同学们听起来应该比较难 好这是关于刺绣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看金锈这些图案 这是一个花卉花卉图案 花卉图案 这是一个凤凰凤凰 这是一只鸟凤凰 这也是一个花卉的图案 花卉的图案 这是一个字叫做蓝 主要是蓝花 蓝花 这些都是关于起跑的刺绣 那盘扣呢 盘扣又称盘扭盘扭 是中国传统服装的标志之一 是旗袍的标志之一 那在旗袍中 盘扣多用于哪些地方呢 多用于旗袍的领口 领口就是这里 领口就是这里 一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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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斜筋 大筋上面 这里也有盘扣 还有开茬 这些部位 这些部位也有盘扣 这三个扣子 是一筋 有固定一筋的作用 盘扣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固定一筋 它的位置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领口 一筋 开茬 这些地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 有这么多的盘扣 盘扣的种类 种类比较多 种类比较多 比如说 绳扣 还有 猪扣 绳扣 还有猪扣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一字扣 一字扣 它像一个汉字 像一个汉字 一 比较的长 比较的长 而且比较的平直 我们叫做一字扣 这里就是一字扣 这个也是一字扣 像一个汉字一 还有什么呢 还有圆扣 圆扣 就是把它盘成图案的这种圆形的圆形的小扣子 圆形的小扣子 那这种呢是比较特殊的 比较特殊的叫做琵琶扣 琵琶扣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它的样式 跟中国的乐器 琵琶 比较像 我们看看这个扣子 跟琵琶 比较像 所以把它叫做琵琶扣 琵琶扣 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是琵琶扣 所以琶扣的种类 主要有 笔子扣 圆扣 还有琵琶扣 这三种 这三种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石心花扣 石心花扣 这个就是制作起来比较复杂的 制作起来比较复杂 图案比较复杂的 石心花扣 是把扣子 把盘扣 做成了花朵的样式 这里是蝴蝶 这里是蝴蝶 这里是花朵 还有这里 是把它盘成了圆形 这个叫做石心花扣 它的中间是石的 这是石的 这里都是石心花扣 还有一种叫做空心花扣 空心花扣 中间是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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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是蝴蝶的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看这里 中间是蝴蝶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盘扣的中间 是否蝴蝶 来把它分作石心花扣 和空心花扣 这两种 我们看看这里 它的中间是蝴蝶的 所以叫做中 空心花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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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些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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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盘扣的种类 盘扣的种类 那它有 花朵 这个就是 空心花扣 空心花扣 它的中间都是空的 中间都是空的 那空心花扣主要有 花朵的图案 还有 这种蝴蝶的图案 还有这种图形 还有这种图形 还有这种字 和字的图案 比如说福字 好 同学们可以看一看 这些都是空心花扣 空心花扣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以下 这些都是什么盘扣 都是什么盘扣 那首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 同学们能说出来吗 我们一起说 一起说 第一种扣子 是 我们一起说第一种扣子 是 一字扣 一字扣 它像一个 对 非常好 它像 对了 一 它像汉字一 错了 应该是一字扣 像汉字一 对了 那这一个呢 这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蝴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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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它像不像一只蝴蝶 像不像一只蝴蝶 butterfly 像不像一只蝴蝶 哦 对了 蝴蝶扣 像一只蝴蝶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叫做蜻蝶 蜻蝶 蜻蝶扣 蜱蝶扣 蜴蝶扣 就是 鲜蜓扣 好下一个 这是一朵 这是一朵花 我们可以把它 叫 花 花 火扣 这一个同学们认识吗 刚才我们说它像一种 中国的 乐器 中国古代的乐器 叫做 琵琶扣 琵琶扣 长得像中国的 琵琶 长得像中国的琵琶 这个叫做琵琶扣 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它有三个圆圈 看一下 左边有三个圆圈 右边也有三个圆圈 这一个叫做 三耳扣 三耳扣 非常好 三耳扣 它有三个圆圈 所以叫做三耳扣 这就是中国的 盘扣 旗袍上盘扣的一些种类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一些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大型花朵扣 这个比刚才的那种呢 又要复杂的一些 又要复杂一些 大型花朵扣 这些扣子呢 它是会做成 做成一种图形 做成一种图形 比如说看这里 它是做了一组花卉 做了一组花卉 大型花朵扣 还有什么呢 还有 这种 大型的花朵扣 做成了花朵的样式 我们可以看看 衣服上的这种 大型的花朵扣 那盘扣还分为 还有菊花扣 菊花扣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旁边 它的旁边是像菊花的花瓣 菊花的花瓣 这里也是像菊花的花瓣 所以这种扣子叫做菊花扣 还有 看一下 这是菊花的花瓣 还有什么呢 还有树叶扣 像一片树叶 像一片树叶 左边像一片树叶 右边也像一片树叶 这个就叫做树叶扣 这也是树叶的形状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旗袍上的一个树叶扣 它做的是比较扁 像树叶的形状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旗袍上的这些盘扣 旗袍上的这些盘扣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大型的花朵扣 大型的花朵扣 这个是镂空的花扣 镂空的花扣 空心花扣 它的中间是空的 中间是镂空的 没有填满 这个也是树叶扣 树叶扣 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字扣 它的下面呢 是一个花扣 下面是一个花扣 老师的这种扣子 老师的这种扣子 就是简单的一字扣 老师的这种扣子 就是简单的一字扣 它像一个汉字什么 像一个汉字 一 老师这个是 简单的一字扣 那我们 再来看一看 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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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汉字 写作这个滚啊 这个滚 它们的拼音是一样的 滚边 是旗袍的装饰 也是旗袍的装饰之一 也是旗袍制作的重要部分 主要用在旗袍的领口 领口 袖口 门巾 群居 这些开口的部位 那在旗袍的这些 边 领口 袖口 还有门巾 门巾是这里啊 门巾 还有群居 是在下面 群居 这些开口的地方 我们都会加上滚边 滚边 这个就是滚边 这个也是滚边 这里 也是滚边 滚边的样式也有很多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是单色滚边 单色滚边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只有一种颜色 单色滚边 它的意思是只有一种颜色 color side 单色滚边 那在单色滚边里面 也分为窄的包边 还有宽的包边 窄的包边 只有一条线啊 窄的包边 只有一条线 宽的包边呢 它是 有一条袋子一样的 像一条袋子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老师这个包边 是窄的 还是单的呢 还是宽的 是窄包边 还是宽包边呀 老师身上这件旗袍呢 是窄包边 窄包边 只有一条线 只有一条线 宽包边呢 它是像一条袋子 像一条袋子 那单色包边 单色滚边 它是只有一种颜色啊 同学们要记住 一种颜色 下一个呢 是多色 多色滚边 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首先这里也是 双层的 这是双层的 多色滚边 第一个这是黄色 这里呢 是一个红色 有两种颜色 这是有两种颜色的 还有这里 这是一个红色的滚边 还有一个黄色的滚边 红色的滚边 还有黄色的滚边 这是多色滚边 一般是两层双层 两层双层 那它也有 都是一样的 一条线 也有宽窄 像拼接而成的 比如说 一条宽的 一条窄的 一条宽的 一条窄的 这个就是多色滚边 有很多种颜色 有不止一种颜色 两种颜色 或者三种颜色 而且 它们大部分 都是双层 或者三层 看一下 这个是三层的 一层 两层 三层 这个是三层的 滚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张图片 刚才我们介绍了 这个呢 是软玲域 这个是软玲域 它是港式旗袍的代表人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们的滚边 它们的滚边 这是它的衣巾 衣巾上的滚边 这是它的裙居 就是裙子 这里的滚边 好 这个滚边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双层同色滚边 有两层 有两层 颜色是一样的 颜色是一样的 双层同色滚边 就是这种 然后软玲域这件 港式旗袍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几种颜色呢 几层呢 这是它领口的滚边 还有这是它裙子 裙口这里的滚边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双层 异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黑色 双层异色滚边 有两层 一层白色 一层黑色 所以是双层异色滚边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一个 这是领口 这是裙白 这个滚边 我们可以叫做 双层 不均等 异色滚边 首先它是有两层 其次 有一层比较宽 有一层比较宽 有一层比较窄 不均等 异色 一层是红色 一层是白色 所以叫做 双层 不均等 异色滚边 好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 有四层啊 它是有四层 这里第一层是黄色 第二层绿色 第三层黄色 第四层红色 有四层 四层不均等 不均等 黄色的比较宽 绿色和红色比较窄 四层不均等 异色滚边 好 这主要是一个 滚边的工艺 滚边的工艺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旗袍 它的面料 旗袍的面料 主要有以下几种啊 第一种是丝绒 丝绒 第二种是棉麻 棉麻 第三种是棉蹄 棉蹄花 第四种是织颈段 织颈段 那传统的旗袍面料 就是织颈段 还有棉麻 还有 针丝 针丝肠 这一个是比较昂贵的旗袍的面料 还有香云纱 香云纱 也是一种比较昂贵的面料 非常的贵 非常的贵 纱 还有 鱼根纱 这是稀释的面料 鱼根纱 还有 镂空的蕾丝 镂空的蕾丝 这个是 两种是 比较稀释的面料 镂空的蕾丝 好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第二部分 其他的搭配之面 在穿旗袍的时候 还可以搭配哪些装饰品 还可以搭配哪些装饰品 首先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珍珠 珍珠 我们在穿旗袍的时候 会佩戴珍珠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看 好 我可以 好 谢谢主持人帮我静音 那我们继续看 在穿旗袍的时候 我们可以搭配珍珠 我们看一下 是珍珠 蕾 珍珠项链 珍珠的盘扣 还有珍珠的一个装饰品 珍珠 在中国穿旗袍的时候 大多数是配戴珍珠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电视剧 它叫做斯藤 斯藤 斯藤穿的旗袍 它是搭配了珍珠的头饰 头发上 佩戴了珍珠 长得漂亮 是不是 珍珠很漂亮 穿旗袍的时候 我们还会搭配一种 叫做鸭筋 鸭筋 就是一种浴室 你看下 这里 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是为了 压住衣物 压住衣物 因为浴室比较重 所以这是压筋 还有这里 再来看一下 压筋的这些种类 大多数是用浴做成的 用浴做成的 挂在旗袍的衣领 或者是旗袍的下面 就叫做压筋 大部分都是浴做成的 浴做成的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而且它的形状 形状有花 花卉的形状 花卉的形状 还有圆珠 圆珠 这种水滴形的珠子 圆珠 然后配上 碎子 这是花金 它的下面 可以搭配上碎子 可以搭配上碎子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披肩 披肩 穿旗袍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穿上披肩 这是一件披肩 那这也是一件披肩 还有这里 我们穿旗袍的时候 有时候旗袍比较薄 旗袍比较薄 那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外面 再加上一层披肩 可以在外面 再加上一层披肩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种的一些照 都是加了披肩的 都是加了披肩的 披肩的颜色也很多 那主要的时候 那一般我们主要是根据 旗袍的颜色 根据旗袍的颜色 来选择披肩 比如说这件 是一件白色的旗袍 那它的披肩 也是白色的 这里是一件绿色的披肩 我们白色的旗袍 也可以搭配上黑色的披肩 因为它的花纹是黑色的 所以披肩的颜色 主要跟旗袍的颜色有关 主要跟旗袍的颜色有关 这是一件白色的披肩 这是蓝色的 这里也是蓝色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四层里面 它的一些剧照 主要是关于旗袍的 关于旗袍的一些剧照 是不是有点卡 好那刚才呢是关于一个旗袍的展示 它是来自中国的一部电视剧 叫做斯腾小姐 在里面斯腾穿了很多漂亮的旗袍 那同学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索 观看一下斯腾这部电视剧 然后我们旗袍除了有传统旗袍 就是那四个流派 比如说金派旗袍 海派旗袍 苏派旗袍和港派旗袍 这都是比较传统的旗袍样式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 都是传统旗袍的样式 我们穿旗袍的时候 也可以搭配上披肩 也可以搭配上披肩 那除了传统旗袍呢 还有改良旗袍 改良旗袍 就是现代我们通过改良 看过来的旗袍啊 它是比较时尚 比较时尚 比较贴合我们现代人的审美 一个改良旗袍 那还是我们一起看一个视频 来了解一下关于改良旗袍 改良旗袍的一个视频 好同学们漂亮吗 漂亮吗 这个就是现代的一些 谢谢 这个就是现代的一些改良旗袍 好那今天呢 我们讲了旗袍的一些历史 还有它的样式 还有它的装饰 还有它的一些工艺 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 谢谢大家的 好主持人 我这里讲座已经 讲完了 好主持人 我们刚刚刚的读者 如果 выбежал讲解决语的语文字大概是请消息 softy aka 以后我们在学出语文字的语文字的语文字的语文字any serious 广文字的语文字大人文字的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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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和语文字的语文字的语文字的语文字业 好,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 不用怕你们可以用中文直接问我,没关系的 有问题吗 好,那刚才我讲的是一个关于中国的传统服饰 就是旗袍,那它是一个比较具有民族特色的衣服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现在问我 请请请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我穿的是一件旗袍,谢谢你们 你们的衣服也很漂亮,是印尼的传统服饰对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刚才的讲座你们听懂了吗 你们听懂了吗 他们说听懂的老师 听懂的老师 好,谢谢 好,如果那如果没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现在拍张照好不好 我们拍张照吧 我们一起摆一个造型 我们一起摆一个造型 摆一个造型 老师说三二一 然后我们一起拍张好不好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二 老师 老师 一 好,再来一张啊 三 二 非常好 谢谢你们 老师 老师 谢谢你们 再见老师 好,那你们的讲座已经结束了 主持人还有什么安排吗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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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认识你们也很高兴 很高兴 老师 你在哪里 我现在在中国 中国 哦 我们想去那边 我们想去那边 想去那边 好,谢谢 你们可以申请中国的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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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也很欢迎你们 老师 我可以问吗 老师 老师 我叫小林 老师 我叫我楚美语 好 好 别一点 有 有 Language 老师 真是的 小林 ? 真可爱哦 很可爱哦 好,谢谢 你们也很可爱 老师 你有的话 damals 怎么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排呢 没有了吗 科马老师 老师 我可以问 这个问题 可以 我可以 老师可能有点听不太懂 老师 老师 因为光照 因为酸 所以不戴口罩是吗 你的衣服 看到了 看到了 谢谢 那你们要戴好口罩 要戴好口罩 戴好口罩 老师 我们是在中国呢 不用戴口罩了 现在在中国 不用戴口罩吗老师 是的 是的 中国已经 用戴口罩了 戴好口罩好不好 老师已经看到你们了 老师 你可笑吗 老师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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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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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们 老师 你明白英语吗 英语 英语 老师听不懂英语 听不懂 我们一起学习 听不懂 听不懂 好 那现在我们的分组讨论 要结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今天真正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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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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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再见大家